我们说了函数式编程啊 就是说我们的对象就不是那么的重要了 所以呢我们这里这个map方法啊 应该传一个叫function的一个对象 但是我们就不要传了 咱们用函数式编程的方式去做 而且大家想一想想一个问题 既然我们都推荐大家使用函数式编程了 那我就问同学们 这个对象有必要留着吗 有没有必要留着 大家想有没有 感受不出来对吧 那好那我就问同学们 咱们之前给大家演示过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字母串的手写字母变成大写返回 咱们再写一遍来 咱们在这再写一遍test 然后呢我们写上一个3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们写上一个min 好然后呢我们写上一个 咱们叫erase 然后呢我们的他 然后呢写上他我们叫张三 然后呢我们这边多号我们的李师 然后呢我们这边来 咱们叫李师 还有我们叫王武 然后接下来呢点一下V12回车 回车以后 那现在我要挨个便利了 把它便利 咱们点一下叫负循环 我负循环的时候 我们每一个支付串我们给他拿一个name 干嘛呢 我写个方法 那我写个方法 然后呢我写上一个proved static 啊咱们叫做使劲吧 咱们就叫做test 好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那干嘛呢 你把这个东西给我传回来 把这个使劲把name给我传过来 传过来以后 我在这就调用这个方法 好OK 然后呢我在这就打印这个结果 就完事把这个结果我打印一下 好放到这里行 那我这么写完了以后 你把name给我传过去 那我干嘛呢 我说过了 我是把咱们的这个什么 把咱们当前的每个字幕上的手写字母 拿过来给它变成大写 所以我就写了叫return 我们叫name.2 咱们叫substream 0多号1 第二咱们叫toupper case 再加上name.2 咱们的substream给这个1 好了 我这样就写完了 所以我这个代码呢 我这样就写完了 写完了以后 那我们现在看看结果 这是对的 张三李四玩我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我就问问同学们了 我们当前这个代码 你会不会这么去写呢 你会不会说把这个我们的方法的返回值点一下 v2回车 咱们叫什么呢 我们当前给他一个叫s1 然后呢 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finalStreams2等于s1点叫toupper case 然后呢 把它放过来toupper case 然后呢 把这个去掉 然后再来我们s3 然后呢 我们的name.我们的substream 然后写上一个我们的1 这么写写完了之后 我们再return 我们s1加s2再加上s3 不对写过了 就是s2加上s3 我问同学们 你要写代码 你是这么写 还是这么写 你写代码 功能我告诉你了 而且这个代码都能实现 那写代码你会用哪种方式呢 你是用这种 还是用这种 如果你都不威胁 老师我也分不清 那我就觉得哪种方式会好一些 哪种方式 是不是第二种方式更好一些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你把每一步的操作都保存成了一个变量 我就问同学们 变量的作用是什么 你什么情况下会说 把这个东西给我用一个变量保存吧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是不是当你用到的这个数据 在重复使用的时候啊 对不对 啥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干嘛呢 我写个章3 对吧 然后我再章3 再章3 再章3 这个章3我打印好几次 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不好 干嘛呢 你这个同样的数据用了好几次 你这样写不好 怎么办 我这时候呢 我声明一个变量干嘛呢 咱们叫章3 然后呢 写完以后干嘛呢 把这个变量啊 我要重复使用 这个大家能不能明白 就是说我这种情况下 我用一个变量是比较合理的 就这种情况 重复使用 如果你就用一次 啥意思 你这个章3就用一次 而且你肯定就用一次 你有必要声明变量吗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你就直接打印就完事了呗 对不对 反正我就肯定用一次 我都能肯定 那还写变量干嘛呢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大家想想 你有必要这么做吗 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吧 你看这个S1用了几次 用了一次吧 S2用了几次 也用了一次 S3呢 也用了一次 只能都用一次 你为什么要用我们的这种方式呢 对吧 没有意义 所以为什么推荐大家使用第二种呢 是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用重复使用 你得到的结果直接返回就完事 你这个功能就结束了 你要它干嘛呢 所以这个咱们根本就不会去要 所以咱们这么写就行了 好 那我们讲这个 如果大家能明白的话 你回过头来理解一下 这个对象 你把它声明编量有用吗 没什么用吧 没用 为啥呢 用不上就用一回 你用它干嘛呢 所以说 其实告诉大家 咱们真正的给大家去写 咱们的函数式编程呢 其实是怎么写的呢 给大家去讲一下 所以我们拷贝 拷贝后写上一个我们的3 写上一个3 点就OK 点完以后 把这个改成3 然后呢 把这个呢 给它去掉 咱不要了 把它去掉 好 去掉了以后 这个咱们也不要了 这个告诉大家 咱们真正函数式编程 根本就不要写这么一大堆 根本就不用写这么一大堆 那怎么写呢 你把这个都可以去掉 去掉以后干嘛呀 直接用它 干嘛呢 把这个它拿过来 拷贝 放到咱们这个位置 那这个东西呢 就直接把它干嘛呀 放到这 然后呢 这两个咱就不要了 你这么做就行了 行了以后 我不说了吗 既然你不会用多次 怎么办 你就直接把它拿过来 放到什么 放到咱们的这个地方去 就是这样 放过来以后干嘛呢 再把咱们的collect 直接放到咱们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把这个分号去掉 去掉以后呢 放过来 给它一个点 给它一个点 放过来之后 然后呢 for each 你这么做就行了 这就是我们的代码 也就是说前面这一大堆东西 全都不需要 全都不需要 全去掉 全散掉 全散掉 散掉以后 你会发现它报错了吧 为什么报错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对象是不是就重复使用了 重复使用 你就得用什么 变量了 所以这个时候点一下 叫VR回车 回车以后干嘛呢 它是JSC放过来 然后下面这个 你再给它变一下就行了 所以说准确来讲 咱们函数式编程 是应该这么写代码的 那我就问同学们 这么写代码是简洁的 还是不简洁的 你学会了 是不是就简洁了 对不对 你要学不会 这一看 我的什么玩意儿 怎么还有冒号冒号呢 对吧 一下就懵了 对吧 不是这个道理吗 你要是觉得我会 那这个代码就一定很简洁 而且写的还非常的快 你像之前返回对象 对象去使用 再返回对象 那是面向对象编程 你得把大量的对象拿到手 我这里根本就不用对象 就掉方法 方法 方法 方法就是函数 函数就是功能 我在不断的调用功能 来得到我想要的结果 所以真正的函数式编程 应该是这样的去写代码 但是我说了 确实有一定的难度 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好了 好了 函数拟击货币 我可以解释一下 我可以解释一下